大家好,我是成超 今天我来分享一下我抛头小耳的一些技巧 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一条很小的河道 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看到旁边会有一些树枝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台阶会有像这样的障碍 首先是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这个位置最好相对来说比较空旷 方便你的这个挥杆 至少你要预留这样的空间来进行抛头 接下来我们从沃姿说起 因为对于抛头来说的话,沃姿非常重要 这个鱼杆是你手臂的延伸 我们需要通过手臂手腕的灵活操纵 去带动鱼杆 那么我的握姿会跟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是用无名指跟小拇指之间去夹这个轮座的仿车 那我认为这样会握得更实 然后我的重心靠前了以后 会让我的抛头觉得更轻松 对于抛小尔来说基础抛头尤为重要 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抛头方式就是过头抛和侧抛 那么过头抛的话 我们尽量去垂直地面 笔直向前批 那么侧抛的话 其实在很多时候主要是为了规避左右两边的一些障碍物 或者是上方的一些障碍物 为了规避这个障碍物 你可以用水平的这种方式去练习 那么在多数情况下 我们的侧抛也会有一定的角度 不一定是水平的 过头抛是最容易掌握 也最容易达到我们准确目的的一种抛头方式 我们要注意上方的一个空间 方便你把鱼杆垂直地面向前披即可 首先我会在鱼杆的前面留大概30公分左右的鱼线 把导线硅垂直地面 把鱼线空在上面 鱼线是搭在食指上 食指的指度上 轮座是卡在无名指跟小拇指中间 在抛头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鱼耳对鱼线的压力 这样更有利于控制出现的时机 我们要控制出现的停止时机 有两种干预方式 一种是直接我们用我们的食指去扣住线杯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用的是右手轮 因为我是左撇子 那么我在用我的食指去扣的时候 线的转动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挡住它的时候 并不会非常的及时和灵敏 那么我很多时候是用我的右手 直接去盖住线杯 这样第一来的最快 第二我在盖住的同时 我会把这个挡线板直接关上 侧跑我们在初期练习的时候 尽量让鱼杆跟水平面保持平行 像这样 那么我们的身体可以适当的进行倾斜 因为在很多时候 特别是抛小耳的时候 我们的侧抛是为了规避身边的障碍物 那么我们要用最小的空间去将耳抛出去 那么以上这些就是我对一些抛小耳的抛头的分享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的自媒体频道 并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收藏分享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三再见 就在这个时候下面来了一条翘嘴 咬了一下 我感觉咬了 但我又感觉不到那个红铃 我上提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小翘嘴 遗憾的是西瓜跟芝麻都没剪吧 哈哈